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咋ан же Jest本身是一个JavaScript运行环境 在咋anal之之前我们的代码只能运行在浏览器中 有了课系之后我们的代码实际环境有两个 第一个是运行在服务端作为一个web serve 就是我们一个网站或者系统的一个服务端 第二个是运行在本地作为一个打包固件的工具 我们在实体开发中其实是第一个产品用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在公司中 在团队中 在部门中开发的一个一个项目 这些项目我们是做不了完的 对吧 有旧项目的维护 还有新项目的开发 只要这个项目需要用到服务端 那我们前面开发人员呢 就必须要用Nodges来满足这个需求 像第二种场景 这个打包工业工具呢 它开发的就比较少 一般情况下会用一些设计中开源的工具 或者说自己做一些工具呢 一般稳定之后就会用很长时间 不会每天的去修改它 而第一种场景呢 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去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升级 做一些迭代 所以说 针对这个用途呢 我们的课程也是基于这个方向 就是WebStore这个方向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Nodges怎么去从零开发一个WebStore 以及我们做一个真正的项目去讲解 先给大家呢 特别是前段开发人员 在学习Nodges呢 会有一些困惑 其实Nodges本身比较简单 它的语法比较简单 它的API也比较简单 它困惑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主要是Nodges 运行在服务端而非浏览器环境 对吧 服务端开发的思路和套路呢 与前端是不一样的 像浏览器环境就是前端 服务端呢 就是这个服务端的开发和套路 所以说 我们学习Nodges的困惑 主要来源于说 从前端往服务端的一个 转型的一个思路的一个问题 然后本课程主要针对解决这个问题 课程概述 首先我们是Nodges入门到实战 开发一个个人博客的系统的服务端 包括呢 API 数据存储 登录 日志 安全 等这些部分和模块 又包括 ATTP Stream Session MySQL Redis Enginex PMR 等这些技术 好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是课程准备 课程准备的时候呢 我们先进行一个Nodges的介绍 然后呢 是服务端特点的一个总结 以及服务端和前端特点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总结 然后呢 是案例分析和设计 经过案例分析和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代码开发了 我们先使用原生代码 就是不使用任何框架 不使用任何插件 不使用任何工具 我们去开发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博客系统 包括API和数据存储 登录和Redis 安全和日志 这部分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框架来去成购这个项目 分别使用Express和QR框架 因为这两个框架是我们现在最常用最流行的 其中呢 会用到中间件的一些使用和插件的一些使用 最后呢 我们再进阶去分析一下 框架里面中间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部分是线上环境 我们主要介绍PMR的介绍和配置 PMR的多进程模型 这一点比较重要 最后呢 是关于服务端的一个运维 这个图呢 是我们课程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在课程后面呢 会对每一部分都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讲解每一部分到底是怎么去设计 怎么去开发 以及到最后怎么去实现 课程安排呢 我们是先课程准备 然后再去原生代码开发案例 再去使用框架去存构这个案例 最后呢 是线上环境的一个介绍和部署 课程准备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诺德杰斯的下载安装 这是为了照顾一些刚注明的同学 然后我们讲解一下 诺德杰斯和Java SQL的区别 也就是说 这个语言运行在诺德杰斯和浏览器中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然后呢 是服务端端端特点 以及服务端端端和前端的区别 这一点比较重要 然后呢 是博客项目的需求分析和技术方案设计 经过分析和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开发了 首先是用原生代码去开发 包括实现API和数据存储处 这块是使用了MySQL的数据库 然后从零实现登录 这一点我们不介绍任何工具 我们从零实现登录 并且使用Redis呢 选速登录信息 然后是安全 以及日志记录和日志分析 日志在服务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 接下来呢 是使用框架来去重构这个案例项目 分别使用Express和QR2 这两个框架来重构 其中呢 涉及到中间间的一些机制和使用 以及一些常用插件的一些使用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通过插件 简单的实现登录 最后呢 是进阶 我们看一下这个框架中 它是怎么去实现中间间 这个原理的 好 最后一部分呢 是线上环境 包括PMR的介绍和配置 以及PMR多进程模型 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关于服务端的运维 讲述方式呢 第一个是我们直接通过案例来学习 这样的话 更加能学以致用 然后是先用原生代码 再用框架和插件 这样呢 我们可以先学原理 再学应用 做到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然后一个案例做三遍 我们先用原生代码做一遍 然后再用两个框架重构两遍 这样的话呢 能通过对比我们了解框架的设计和价值 学完本课程呢 您可以学会使用LonorJS开发服务端 成为一名后端开发人员 然后学会服务端的其他工具 比如说MyCycle Redis EngineCons 然后学会服务端开发的思想 和前端开发的区别 这一点很重要 学习前提呢 首先你要熟悉JavaScript和ESU的技术语法 然后用LonorJS和NPM的环境 不要求都熟练 用过就好 然后了解ATP协议的基本内容 这点我相信 有过前端开发经验的同学都知道 重要提示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 只关注后端 不讲解前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是 严格的前后端分离 而我们只关注后端 这里呢 我们不会深入的讲解 MyCycle Redis和EngineCons 但是我们讲的所有的 关于这三个的技术和应用都能满足项目的需求 为什么不深入讲解呢 因为MyCycle Redis和EngineCons 这三个工具 如果我们深入讲解的话 每一个都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实战专题 或者说写一本书来讲解 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课程中 把这些都讲得那么深 那么透 我们这个课程还是以动作JS为主 最后是我们不讲解VUE和React的SSR 及服务端线 也就是说不涉及到前端的这个框架 像VUE React 最后预祝大家学会动作JS 晋升全战共同时